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耶 大家好啊 我是蘇生 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要拍拖了很久的 森林駛堂的友情片 很多人都會有點問我 森林駛堂是不是沒有要做 不會的 這個影片其實我一直都知道這個view不多 但我還是會做下去的原因也是因為 不貪圖它view好不好 就是只是一個管道吧 我不知道我平時可以做什麼事情 來謝謝你們這樣子 因為我們做這行的就是需要你們的支持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管道 可以拉近我們距離 剛好你們有問題 我有辦法解決 就是利用這個線來彼此聯繫一下吧 OK 我們來回答第一個問題吧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怎麼維持三個人的友誼 我覺得是每一個人都會接觸到的吧 我當然也是會有接觸過三個人的友誼啦 我們之所以三個人會聚在一起 一定是有那麼一個緣分 我也有遇過可能A B比較多話題聊 可能我參不盡他們的話題 可是我覺得這個折頭周是OK的 投緣吧 就可能我跟A會有很共同的話題 我跟B會有很共同的話題 我們三個也有很共同的話題 或者是說可能A B各自有更好的話題 在那邊聊的話 我不覺得這個是忽略耶 我就覺得是一個人與人之間 就是最普通的交流 就是不要把自己可能被忽略這個東西放大看 如果這兩個人很故意的要排擠你的話 其實你會非常的明顯的 所以我覺得三個人一起是真的是緣分啦 因為我還有很好的姐妹 我們都是三個一起的 so far是完全沒問題 現在各自發展的很好 然後總有一天就是會就在一起 還是會有很多話題 我覺得大家可以不用那麼介意那個三個人的形式 被忽略的東西是真的很正常啦 只要你們有心在對方的話 其實真的是一個小問題來的 我相信對方是沒有醫藥這樣子忽略你的 只是A B可能聊天的情況下 不小心忽略你那種不小心是肯定會有的 你難免也會不小心忽略誰什麼吧 所以我覺得不要放在心上那麼重吧 要是被朋友孤立排擠要該怎麼解決 其實我很明白被孤立被排擠了 對於我來講 我是可以很好的生活在被孤立跟被排擠的情況下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人壞不到哪裡去 總會有人跟我做朋友 這是我非常有自信的一個想法 你今天孤立我排擠我 啊 那就算了 我總會有朋友在後面被告我的 被排擠的話 如果是群體的話 總會有一個人特別商量 肯定的 這是肯定的 你可以嘗試問一下他 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 你可以去了解 到底是不是他們誤會你 你至少可以知道一個原因 為什麼他們要這麼做 還是單純的小屁孩這樣子排擠你 還是鼓勵你 如果真的是單純的原因的話 我建議你啦 把自己過好 不要再跟這些會讓你傷心的人 沒有理由的人 繼續接觸 你會有自己的小地方的 一定會有的 如果真的是自己的問題的話 你就看要自己怎麼改善 你願意不願意去改善喔 因為這個世界就是這樣子 有人喜歡你就是有人會不喜歡你 這是我在這個身份 最可以了解 最可以體會的東西 就是怎麼樣都會有不喜歡你的人 不要怕 因為你不是一個人不被喜歡 真的 下一題吧 有時感覺到別人把我的好當作理所當然 小小的利用 我就會漸漸減少與他們的互動 是我的問題嗎 這當然不是你的問題啊寶貝 在想什麼 我們的利用其實有分很多種 一個是我知道他對這個東西很精尊 我想求他幫忙 但是我會謝謝他 這個利用就是好的利用 就是我看得到別人的優點 我知道感恩 我知道要謝謝他 這樣子就是一個好的利用 你這種可能就是專門在利用你 然後覺得 你就是應該被我利用啦 這種的人的話 就是你漸漸的減少與他接觸 你自己也會舒服吧 就是你已經知道他利用你的東西 是已經讓你不舒服的話 你做的是對的 這句話真的很經典 但就是很實用 我們的朋友真的不需要太多 真的啊 我自己的朋友也是很少 就是那麼取其幾個 朋友多當然是好事 但真的不需要太多 你會明白的總有一天 好下一個 曾經被傷害過導致之後很難和人 成為很好很好的朋友 在這種成長的道路上 你一定會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問題 形形色色的人 就是你今天被傷害啊 你不應該讓所有對你好的人 拒絕於門外 因為不是所有人都會 像之前的人一樣 對你那麼不好 也是會有珍惜你的人 你不需要對每一個人都是非常的信任 你可以慢慢的 不要一次過就是 我今天認識你 我就淘金淘費跟你講 不需要了 可以慢慢的先了解好這個人 你覺得他很可以 他對你非常的好 然後跟你很投緣 你再慢慢把心交給好 這個樣的情況 我覺得會減少別人對你的傷害 被傷害了過後 雖然真的會有一個緊接型在 但是也是一個教訓 讓自己知道有這樣的經歷過 你就是會有故事的人 不用怕 沒事的都是小事 好不好 好來下一題 害怕跟朋友吵架分離 所以總是把事情憋在心裡 沒告訴他該怎麼適當的表達自己的情緒呢 可以做到很好的朋友一定是有經歷過什麼 他非常的了解你 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你應該要有一個機會 讓他知道你的底線在哪裡 可能touch到你這個point你非常不喜歡 你一定要讓他知道 你今天不告訴他他永遠不知道 他會永遠覺得我做這件事情你是非常ok的 那你是不是在做見自己 他可以慢慢的了解你 他可以避免去做 因為我實在實在很久沒有跟人吵架 除了蔡藏勇 這種例外好不好 其實你做了我不喜歡的事情 我當下可能不開心一下子 我就會忘記了 我這個人真的是 就是有一點健忘 再舉個例子 很像跟Danny啊 跟裴勇啊 裴裕啊 這些我們都會講開然後不吵架的 可能很久很久沒有跟朋友吵架了 也不太懂那種感覺 也許 你們吵一吵架也可以更了解對方 有些人吵一吵架就散了 對於可以吵架就分離的朋友 你也知道那個點在哪裡啦 其實可以做朋友的程度也就在那邊吧 容易走的朋友就 你怎麼樣他還是會走了 這個好像是已經看淡事故了的想法 看好朋友跟別的朋友太要好 是要跟對方說自己的感受呢 還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為什麼會不開心朋友跟朋友太好 可能我以前的心智我會不開心 我會吃醋 就是我為什麼要強迫我的朋友跟其他人不能太好 到底是為什麼我有這個權利嗎 我沒有吧 我覺得不要局限於你朋友去認識誰 或者是跟誰太好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你朋友開心你應該就是很開心了吧 我自己是這樣子 我的好朋友我的好閨蜜 遇到他的另外一個閨蜜 我很開心 因為有人可以更多的時間陪伴他 或者是有人可以在我很忙的時候 在他不開心的時候 還有人可以跟他情愫 這對於我來講是我非常開心的 所以我覺得真的是要去想一想一下 你自己為什麼要去控制別人去跟別人做朋友 自己去消化他吧 因為這個不是一件壞事我覺得 小帳這種東西真的會延伸出很多麻煩 OK 為什麼我會拿這題來講呢 也就是因為在我的任何平台都沒有 什麼小帳或者是自由文 特別給自由看的 小帳是給特別的朋友看的 我沒有這種東西 因為我覺得小帳這種東西或者是自由這種東西 真的很看人的 我也不太喜歡別人一直嘴邊講我的事情 所以我不太會發洩在這些自由或者是小帳上面 所以你們有時候看到我啊 很像心情不太好 發一個story啊 那真的是我最後一個可以發洩的地方 然後就是真的是不開心的時候 因為我真的覺得 有時候我們發這種自由啊 反而是成為別人口中的話題 我就不太喜歡 經過那麼長的時間 我可以理解你小帳是一個很麻煩的東西 這樣子的話就不要去做吧 因為不要去做一些讓自己不開心的事情 來吧下一題 友情沒有先來後到 這是肯定的 以前就有聽過很多人講啊 跟你最久的朋友不一定是跟你最好的 這是肯定的 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在哪一個時期 會遇到自己的最好的朋友吧 對嗎 但我有覺得以前的朋友有以前的朋友的好 他可以經歷過一些很年少輕狂的事情 可能你現在遇到的朋友是可以跟你聊心 又可以陪伴你經歷未來的東西 我覺得真的就是這樣喔 沒有說我以前的朋友就是最好的 什麼必須要怎麼樣怎麼樣 沒有這種觀念的 你知道朋友是什麼嗎 朋友就是一個陪伴在你身邊 很美好的陪伴這樣子 我們不要把它想的太過釋放圓滑一點 像我覺得這個朋友講的很好 就是好朋友就是自己選擇的 沒有血緣關係的親人 就是親人他可以接受你很多好的東西 也不必會跟你講你不好的東西 也不會分離 就是這麼美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不要太過於去拘謹這種關係 也不會把所有心事都告訴好朋友 如果他們出賣你的怎麼辦 其實我看人講心事了 我不是一個所有人都可以對他講心事的人 我也很避免的讓自己不被出賣 真的 我覺得每個人都是要有一個很雪亮的眼睛 OK好你要怎麼判斷你的朋友會不會出賣你 你想要跟他分享的東西 你不想要讓他講出去 你要先看他有沒有把他身邊很好的朋友的故事跟你講 就是你可以看出他是不是這樣子 就是一個很愛講八卦的人 或者很愛分享別人秘密的人 我是會用這種方式來交朋友 我第一天如果跟這個朋友認識的話 我會先看他講什麼 我會先觀察 他是不是我性的賴的朋友 我們有分朋友有分很多種的啊 就是九肉朋友跟可以貪心的朋友 我跟九肉朋友我還是可以很好啊 只是我不講心事而已啊不是嗎 我跟貪心的朋友我還是可以很好 只是我們也有更深層的另外一種關係 所以大家就可以從這種方面去看一下你的朋友 會怎麼樣的會去對你 就是等於一個人可以很反應的出就是 別人怎麼對他他就會怎麼對人 其實就是這樣 男女之間有存友誼嗎 其實很多人都會覺得男女之間沒有存友誼 但是我真的覺得男女之間會有存友誼 就是很存的勇一定會有啦 你不可能有一天叫我跟陳培勇在一起吧 你不覺得很搞背嗎 不是說他不好 因為已經很有存到你覺得變成愛情是一件 嗯這樣的事情啊 真的有存友誼你們想太多啊 我跟你講那些啊想做壞壞的事情啊 你們真的是把這個存友誼的字用到太不好啊 不行不行 就是一定會有存友誼這種東西呢 各位 你不存就是你們思想方面有一個人不存 或者是一開始就不存 才會沒有這種存友誼 然後再濫用講你們就是存友誼這句話 來掩飾你們有曖昧的那個元素在 不行 不要再侮辱存友誼這字啊 真的是有存友誼的 真的 明白嗎 我那個腦海就是 欸我跟陳培勇在一起 OK就是有存友誼的各位 好勒各位 以上就到這裡啦 回答到這裡 不懂有沒有解決到你們跟朋友的問題 下一篇你們想要看什麼類型的片呢 想要看家人片嗎 還是 事業篇 在下面留言讓我知道 你們想要一起聊什麼樣的問題 OK 今天就是很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啦 還有關注我的instagram 隨時會發問這個 心靈雞湯 在幹嘛 大家今天影片到這裡 幫我按讚訂閱分享打開小鈴鐺 各位 掰 不怕匿名的朋友們 你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家一起可能互相安慰 可能一起互相解決對方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世界上就是 需要一些很溫暖的人出現 像是我之前遇到一個問題 但我 講得好奇怪 就是我就是最近我看到一個網友 他在一個貼紙下面喔 他很好很完美的幫我 講出我的內心的話 因為整個貼紙都是在講我的不好 但是他就在下面留言 真的是講中我的立場跟我的看法 我就是覺得這個世界上他就是唯一的聖人 我的神仙這樣 他真的幫我講出我很想講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們大多數被header 可能留言怎麼樣 大多數其實都不太去回覆 不是自己不在乎不介意 因為真的太多形形色色看法的人 沒有辦法去控制別人的想法 也沒有辦法去控制別人的喜好 這真的是個人的問題 但是今天有一天 有一個人真的是出來幫你講話 怎麼樣 那個安慰有多大 所以我很明白 你們可能就是在我來安慰你們的時候 你們可能也像是 哇這樣子的感覺我是明白的 所以我希望身邊看影片的你們呢 是一個可以成為很溫暖的人 所以雞湯的用意就在這裡 就是可以溫暖你身邊的人 我盡力的用自己來溫暖你一樣